看一下 所以這個完成之後的話 當然這個範例有一個缺點 就是人工要輸入 輸入比如最後要-1 很麻煩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假設可能教務處有給一個成績的文字檔 然後我希望可以把文字檔讀進來 把它放在串列裡面就好了 所以等於是外部檔案怎麼樣把它 塞到這個直構裡面去 當然第一個我們要先在我們的根目底下 先產生一個文字檔 至於放哪裡 你可能要先 我先把它另存新檔 把這個剛剛這個module 我先另存一下 或者儲存一下 我用那個另存尾好了 那我先確定一下我放在哪裡 我放的位置是在 因為我上一次好像記得是放在C點底下的那個G 我有增加一個目錄叫GPT 底下這邊 然後我就先把它存檔 也許叫做這個叫做乘7好了 好 那記得我是在C點底下 所以你要確認一件事 就是你的根目錄到底在哪裡 我是C點底下的G 當然你可能跟我不一樣 你又不要跟我用一樣的名稱 不然到時候會找不到那個文件 好 那我確定說在C點的GPT之後 接下來我就在我的檔案總管裡面 找一下那個 比如我C點底下 我找一下底線GPT這個目錄有了 然後請你在這個裡面新增一個文字檔 那文字檔的話呢 也許是英文成績好了 所以我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呢 會有一個叫新增 新增我新增一個文字文件就好 這樣比較快 當然你也可以用記事本 只是記事本最後還要存檔 還要把它找到路徑麻煩 所以用這個按右鍵 新增一個文字文件好了 OK 然後名稱叫1NG好了 可能是英文成績 然後副檔名叫.tst 就不動 Enter 那再來的話 請你在裡面輸入成績 這個是虛擬的 你自己隨便打 比如說剛剛打的成績 那這個假設說呢 是從那個教務處裡面幫你打的 那個至於打什麼成績 你就自己隨意吧 那當然多打幾個沒關係 那記得打完之後 後面加豆點 最後一個不要豆點 最後一個反正就是 好 這樣好了 假設就隨便輸入個大概10個左右吧 好 那 輸入完畢之後的話 我大概這樣 記得 這個中間就加豆點 然後尾巴不要加豆點 所以我就輸入這幾個 好 那最後的話 把它存檔關閉 好 儲存 OK 所以在這個ENG裡面的文字檔 它是放在C列的GPT底下 那如果假設我希望 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可以把這個ENG的檔案 直接讀取這裡面的資料 直接就放到Score裡面去的話 好 那該怎麼做 誒 讀檔 可是讀檔之後呢 會有個問題 讀進來的東西 它是一串文字 那所以一串文字 勢必要先把它切開 所以切開的話 因為剛好中間加豆點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有一個文字函數 叫Splitter Splitter在很多語言都有 不管是VPA Java 反正都有Splitter 那這個Splitter是一個文字 文字類的函數 所以它切完之後 它會返還的是文字 也就是說你看到裡面是數字對不對 但它切Splitter會有一個麻煩的地方 就是它給你的 因為它是文字類的函數 所以它return回來就是文字 那當然了 文字沒辦法計算 你說要加總 沒辦法 所以你還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如何把一個串列裡面的 有沒有 它return給你的那個資料 文字要把它再轉回到數字 才有辦法做計算的問題 所以我們第一個 假設先在根部部建一個文字檔 好 第一個 沒問題 第二個 要要思考說 那我如何開檔 把這個資料讀進來 之後做切割 切割完之後 把資料寫到score裡面去 第一個Step 第二個Step就是說 會有問題的是 它切完的是文字 那你要把文字裡面的東西 變成數字 才能計算 所以這個兩個問題解決後面就簡單了 好 那首先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那當然我就拿剛剛的程式來衍生 所以也許剛剛的那個 畫有迴圈這裡面的程式 其實就可以把它移掉 其實可以把它先關閉好了 也許我把底下的程式剛才先通通關閉 所以我習慣是全選 然後加一個快速鍵叫Ctrl-1 Ctrl-1就是把程式整個通通都註解掉 OK 註解意思不是刪掉 就是先留在下面 可是將來要用怎麼辦 沒關係 一樣再選起來 一樣Ctrl-1 Ctrl-1就是它可以加註解跟取消註解 有沒有 它可以多行 這個應該比較快一點 所以如果你要註解的話 反正就不用很辛苦的一行一行註解 你就是直接Ctrl-1 這樣就整個註解掉了 OK 那我就在這個上方直接看這個打程式 底下剛剛寫程式就留在下方好了 那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要學會第一個動作 如何把剛剛這個檔案有沒有 讀到這個我們的Python程式裡面 所以我們要讀檔的話很簡單 你只要記得一個語法 我的習慣語法就是F 就是一個檔案物件的變數 等於在Python裡面有一個方法叫做Open 瓜糊裡面的話給兩個參數就可以了 一個參數就是你那個檔名的名稱 叫eng.tst 逗典 後面的話你要跟他講說 那你要做什麼樣的資料 你要寫還是要讀 那如果我要寫的話很簡單 就是第二個參數跟他講是讀 讀的縮寫就是read的就是r就可以了 那如果將來你要寫的話就是打規模 OK就兩個啦 OK所以讀寫嘛 那我們用讀的話就打r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他就知道說 那我幫你把檔案開起來 然後並且把這個檔案的內容塞到前面這個物件裡面 所以這個f物件裡面就等於是他預先幫你把這個檔案放在這裡面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可以把裡面的資料通通讀進來到一個變數的時候 那很簡單你前面加一個假設s好了 s等於什麼 f.read就可以了 read然後小瓜糊 如果f.read的話 他就會幫你把裡面的所有資料通通讀到s裡面去了 所以s裡面會放什麼東西呢 你就把它print出來 prints OK 其實如果你假設你說老師多一個變數很麻煩 其實甚至你可以把這個 你都不用變數 兩行就搞定了 連這個變數不用 直接把這個什麼 f.read寫在print好像比較簡單 就不用在那邊丟到一個變數然後再prints 那不用 你就直接print它就好 好 那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兩行有沒有 資料就寫完了 讀檔就完成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裡面的資料就被讀取進來了 OK 有沒有看到 你print的話就是這一串文字就被讀進來了 所以以後讀檔非常簡單 f.read有沒有 都滿直覺的 先開檔 跟他講檔名跟模式 然後後面配合f.read 他就幫我把資料給讀進來了 有沒有 很簡單吧 這個應該不用特別背吧 我覺得大概你打個幾次應該 這個就滾瓜爛手藝 所以在拍攝裡面開檔真的超簡單 如果跟其他語言比起來 哇 那簡直就是太直覺了 你要存檔怎麼做 存檔也一樣 把後面這邊改成w 就是write對不對 然後後面再利用一個f.write的方法 把你要寫的東西寫進去 就存檔了 OK 所以他開檔跟寫檔真的太簡單了 而且太好記了 不用特別去死背 就可以完成 所以待會兒我再講存檔 讀檔應該OK吧 這個請各位務必要記熟啦 我覺得這常用啦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開什麼任何外部檔 都滿快的 OK 然後呢 讀進來對不對 可是接下來會面遇到一個問題 他這個是個文字 那沒有分開 那我要把它塞到sgo裡面去的話 那記得你要針對他做切割 那切割的話 因為他中間透過痘點分割 所以你如果這個時候你可以想到有一個 就是切割的一個 function 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叫split 所以你可以在f.read的後面加一個點 點split 你會打一個s 它其實就會出現 它那個名稱叫split 然後因為split是分割 分割的話你要跟他講說你要怎麼分割 因為我中間有符號叫痘點 所以你就在split的括弧裡面放個痘點就可以了 所以有沒有 split裡面你就跟他講說 我中間有一個痘點 所以你把痘點輸入上去 這個時候他就會幫我怎麼樣 把這一串文字做切割 切割完之後 他會return給你的東西 特別是他就會把文字轉換成串列了 所以如果你把它切割完之後 print的結果看一下 他得到的就是把剛剛的一串文字有沒有 切割成一個串列了 OK 那所以假如說前面我用一個score來接的話 那score裡面不就是放什麼 放這些串列了嗎 對 但會有個問題 根本有沒有發現 他這個前後都有單引號 或者雙引號 其實在python裡面單雙引號 他就表示是自串 所以我們必須怎麼樣 把裡面的這個 文字再把它轉換成數字才有辦法做計算 不然的話你現在 假設你外面包一個sum的話 他會出錯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要轉的時候 你想說 那老師 所以我們乾脆這個地方 乾脆先在這邊加一個list好了 我習慣叫list1啦 我第一個串列叫list1 然後所以把剛剛的這個 這個結果有沒有 丟到這裡來 就是把它做出來的東西 我先存在一個叫list1的一個變數 然後呢 當然你一樣可以把它print的出來 print的出來就是它了 可是問題它裡面都放的是文字啊 那怎麼辦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知道 你知道 如果我要把它通通轉型的話 前面不是講過嗎 int不就好了 ok int 把它刮糊起來 不過啦 當然你的想法其實也沒錯 可是你執行的結果會出錯 它會告訴你說呢 type air 欸 你想說不對啊 之前不是轉型用int嗎 裡面不是放那個嗎 放文字 我用int轉它就變成整數 因為裡面都整數啊 可是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問題是出在哪裡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int它是針對一個 如果你裡面假設是一個變數的話 一個資料 它是允許的 可是問題你現在有這麼多個 所以你用int它不知道說 那請問一下你是要哪一個 要轉型的 你只能一個 你不能一致 就有點像我現在 什麼 只有一個閘門 你現在要塞這麼多人進來 沒辦法 你一個一個來吧 對不對 它意思是這樣 所以底下它有敘述啦 它是說 你這個 那個你的參數 這個 agreement 基本必須是一個 必須是一個 一個string 你不能給我一堆string 所以它給你一堆string 它就卡住了 OK 所以怎麼辦呢 當然如果你給它一個 比如說我要針對這一個好了 這個是89分 對不對 如果假設你要把這個89分轉型 怎麼一個 比如說中瓜壺0 中瓜壺0指的就是什麼 就是編號1的這一個89分的人 轉換成為數字 如果這樣子它是合法的 所以執行這邊會出現89的數字 一個是可以 如果你要轉第二個的話 那就是輸入1 1的話應該就得到87的數字 有沒有 一個是可以 但是多個就不行 嗯 那怎麼辦呢 可是問題是我就是要全部轉 那如果我要全部轉的話 那怎麼辦 其實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全部轉的話 那變成說你要一個一個的把資料抓出來 然後轉型完之後再存回去就好了 OK 所以喔 串列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通常會配合一個迴圈 因為我們要把一個一個的抓出來 然後轉型完之後再寫回去的話 那這件事情你就變成一定必須要有個迴圈 所以迴圈的話請你寫在哪裡 也許你寫在這裡好了 比如說你怎麼一個一個抓 一般記得用for迴圈 for i in range 瓜糊一下 那這個for i的話理論上 i指的是就是這個鎖影詞 因為裡面的話我希望 先第0個嘛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一直在推 到最後一個 那所以我就是產生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的話就是 串列的索影詞 那當然我從哪裡開始 從0開始 逗點 哪裡結束呢 特別注意後面的話總共 以這個來看他總共2 4 6 8 10 11個 那當然11個的話你想說 那我應該哪邊停下來呢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發現同學長得卡在這裡 到底要應該多少個 因為我們從0開始 所以11個理論上到第10個 有沒有 等於0到10的意思 所以停下來的話應該是10的下一個數字 所以剛好這就是11嘛 有沒有 那11剛好就是他的數量 有沒有 所以11個啦 所以一般我會把這邊寫成什麼 乾脆我就是直接寫他的總數啦 所以L1N 括弧 然後他總數的話呢 就是用L1N算一下裡面 這個串列裡面有幾個 那這個串列名稱叫lis1 所以我就把這個lis1裡面的總數就是11 所以11停下來 所以把0到10通通幫我抓出來 OK 好 然後冒號一下 這個指的是逐個 回圈逐個 然後做什麼呢 幫我轉型 所以你這個時候假設在lis的中瓜弧 這邊加一個i的話 那逐個逐個轉型就OK 所以我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他就幫你全部逐個轉型了 有沒有 丟出來是真的就是數字啦 有點本來是文字 但問題還沒解決 你說老師我現在並不是要把那個什麼 就是一個一個轉型就好 我是要轉型完存回去 所以如果你要轉型完存回去的話 那記得可以把程式寫成這樣 你原來的位置是這一個 寫在前面 有沒有 這個就是原來他的資料的位置 那如果後面加一個等號的話 那表示說我要用新的資料 把原來就的資料蓋掉 那什麼資料呢 就是把它轉型完之後的資料 就轉型完的資料有沒有 幫我把它轉完之後呢 蓋掉原來就的資料 他就幫你把它蓋掉 所以原來這個89有沒有 他就會把它轉完之後變成89的文字 再寫到這個位置 所以他就前後就不會有雙語號了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成功 最後你其實print的話可以怎樣 把他 這個不能一個個 乾脆先把他印到前面 然後最後再把這個list1的結果 把他給print出來 那如果說假如他可以把全部的文字 通通轉換成數字的一個創列的話 那表示成功 後面又簡單 所以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一下 有沒有看到底下的這個創列 就被全部轉型為數字了 那如果ok之後的話 當然其實我們如果要跟底下這個程式 串得在一起的話 那可能就是 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把那個什麼 串列名稱 直接乾脆取名叫score對不對 因為剛剛不是叫score嗎 那就不要叫list而已 那再來的話 就可以跟底下的哪邊串 因為如果剛剛是空的 然後一個個點輸入上去才是這一個嘛 所以底下其實你可以把輸出結果這個地方 Ctrl-1 因為我已經有score了嘛 對 然後底下的話 我們就可以算出總共幾個學生 然後總分幾分 平均幾分 最高最低分 好 試一下 因為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獨檔 然後把它切割 再轉型 然後最後的話有個score 那我就跟剛剛的串在一起 執行一下 有沒有看到 他一樣喔 把這個成績print了出來 然後得到的結果 這邊LEN 11個學生 總分就是全部加在一起 833分 平均的話呢 就是75.73 最高分呢 96分 他的話抓出來 最低分就52分 OK 所以我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比較有效率 就不會像以前 真的有人怎麼樣 把資料列印出來 然後自己手動再key進去 然後key的過程可能又key錯了 那真的就麻煩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話 是可以透過外部讀取 OK 就是 所以這一行基本上就是讀檔 然後透過f.read 有沒有 做檔案的那個讀取 然後再切割 跟各位講 這個python有個特性 就是你的方法後面可以串方法 但你說老師 那我寫寫成分開兩行 也可以啊 可是問題可以寫一行 為什麼 一定要寫兩行 對不對 程式大概越精簡越好 那你要分開也OK啦 然後最後把它產生一個文字的一個串列 那因為要把它轉換裡面的所有的文字變數字 一定要用回圈 所以記得喔 好 串列配合回圈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你假設啦 你這個回圈不行的話 那後面很多事情也麻煩了 因為未來一定會是大量的資料 你不可能說慢慢自己一個慢慢轉嘛 OK 那怎麼轉 那根本 所以 串列回圈 這個可能要把它熟悉一下 OK 試一下 這個應該我有把程式寫在雲端上面 然後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讀檔的話是寫這樣子 然後把它print 當然我也有把它精簡啦 後來我就沒有一個 一個S的 我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把這個S的變數拿掉 直接print了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 我是寫成 乾脆改成一字好了 改成我寫在上面的東西好了 三行 OK 就是切割完之後的話 它就會是 OK 試試看 那這個一定要熟悉 這個 這個如果不可能熟練的話 以後真的是會是一個比較大的麻煩 然後轉型